好 线上有位余小姐 余小姐请说 我刚刚来宾 大概一直在谈到新加坡 新加坡的因为是没有政治问题 他们不会有像我们 就是立法院的 就是富奥 然后王金平 他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就是说 现在就是国光实话 那就是为什么会胎死富冬 这也是政治问题 应该要一个国家的发展 要有经济也要有繁保 你不能只有环保 那就叫做饿肚子 今天的现象就是 你们只要环保 但是环保人员 就今天出高雄的问题的时候 你环保了 你真正的做到的环保了没有 好 余小姐谢谢您 其实真的不可能 就像委员提到的 邱委员提到的 不可能一百分 那怎么样去取舍呢 解决这个实话产业 何去何从的问题 大概第一个就设立专区 可是我说过 像高雄的蓝星计划区 一拖已经几十年 都无法成行 那国光要设在专区 也没有办法 所以这条路不通 好 那如果不设自己设专区 就用别人的专区 也就是说 我今天我用别人的专区 然后为了避免 实话产业的中下游 会产业出走 那我这时候 用别人的专区 例如说 在大陆泉州的全港 或者在林德的专区 或者在漳州的古雷 那我生产了乙烯饼机之后 销回台湾 那台湾实话产业的中下游 就有原料可用 它就不需要签了 好 可是问题是 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那大陆也有意见 为什么 因为大陆本身的乙烯饼机也缺 他也希望你生产完之后 留在大陆给大陆市场用 弥补大陆的工需缺口 那你今天要把这些乙烯饼机销回台湾 大陆当然不愿意 说不定连业者也不愿意 为什么 因为我业者卖在大陆 我的成本低 我的利润比较高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协议 双方就需要两岸要协商 那你现在这些所谓的台独分子 又不要人家协商 对不对 但也没有协商 所以这条路变得也不通 好 那第三条路 第三条路就是说 我加强我环保的管理 让现有的石化业 我用环保公安 我严格规定 严格检查 要你能够改转型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台湾很多抗争 其实是万开的抗争的 有好的有坏的 所以到最后呢 抗争有些就是为了拿钱嘛 我抗争我才有钱可以拿 我这个团体才能维持得下去啊 所以到最后变成抗争 好的被抗争 那坏的像李长荣这种 没有人抗争 为什么 因为我打点的很好 所以就没有人抗争了 所以我讲了三条可以解决的路 问题三条解决的路 在目前的环境都不通 其实在这个大气爆之后 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石化业 到底他的未来该怎么样来处理 政府应该有什么样的政策呢 休息一下持续掌握